接着给大家聊了Vecluse 说实话我挺抗拒聊Vecluse的 因为这个区域太大了 街太多 所以说Vecluse真的是让人挺为难的 就是让我去像其他区那分 这T1,T2,T3的街真的不是那么好分 如果是硬分的话 那我大概觉得是这样 在传统意义上呢 像Vecluse,Rocorara 这附近的看大桥的无敌景 再加上什么Kulon,The Crescent Winworth Row这些带码头的 是一线Waterfront的 应该是第一档的 然后第二档 这些街后边的一些街 也要不然是很大的地 要不然就是看水看无敌景的 但景没有那一线的那么好 但也很好的 一般是第二档 然后之后剩下的往东的这边 基本算是第三档 但这几年吧 这Vecluse也是 就是很多可能第三档的街 也会花一千万以上去盖房 然后呢 它可能一条街上就那么几个号 那景还也特别好 然后这些的也陆陆续续再上了 你像King's Row有几套 然后Princess Avenue也有几套 对吧 那Fisher那个之前说过 Hopetown也有几套 整个接的平均价格没怎么高 但是那几套 集中的 整个价格很高 它也能到三千万四千万 所以这就是它这幅Close 特别难判定的一个事情 那第一档中这个无敌景呢 这朝西这边看大桥的 像Princess Road Carrar Road 然后Queen's 这几条是最好的几条街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 这个6到8号Carrar Road 这套房子是Peter Stutchbury 那个设计的 然后当时几年前被誉为 整个东区造价最贵的房子 在16年时候倒过一次手 四千七百八十万 前两年都要六千五起 这套 其实你现在去溜达溜达 要很多很多套都在改 或者你上那个Vular Council网站看 都在DDA 都是两三千万起的地 然后再花一千多万改 都是要四千以上的 所以整个现在价格 最近起来不少 那一档的另一边 就是这些传统意义上 当时最贵的这些Waterfront 窟窿 Winworth Road 这个Fitz-William-Berry The Crescent 包括一点Walf Road 包括最后 Hopetown的一点尾巴 这些都是直接能 后院通码头的 那这些根据D的大小和造价 很多卧骨藏龙都破亿的房子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Lockdown的时候 和朋友Liu War在这边 然后突然找到了一户 这户是42号的Crescent 我说这门口 怎么这么多垃圾桶 我摆了十几个垃圾桶 我来上网一看 或者说 这个房子是06年 就卖到了三千万 然后六千多的地 然后你们可以上Google地图 去查 整个这个房子 单独在Google Map上 有名字叫Village Point 这是Kell Bezer的房 然后里边大量的艺术品 然后房子也是巨大的 所以这种的卧骨藏龙的 像包括之前说 Harry Triggerbough那个房子 当时为了顾价分为八块 因为太大了 还有像这13到15A Koolong Road 这边Lock老板买的 把四套连在一起了 满地就八千万 然后盖要花三千多万 找了南非设计师Cilda 听说里边连杀衣杆都有 这种房子在Koolong The Crescent什么的很多 像之前采访里 基本所有的这些 东区一阵的终极梦想 就住到这些Waterfront 像这边现在小点的地的 像装修一般的 可能就老房子 就两千多万起 这Waterfront的上线 真的是没有 然后二线街 其实很多街的 某一些Pocket 也属于一线街 你像这个Oleola Parsley Fisher Gilliver 包括刚才说的Kings 还有一些街 他们可能有些街上 有甚至算是三线街 但有一些地方 可以算是准一线的 主要是两点 第一个要是它地有多大 它如果是地不错的 然后盖的很现代的 八九百平的 现在市场上有一套 也要两千多万 然后没景的 带景的 那也是三四千很容易破的 所以这些街 就真的很难判断 绝对价值 真的一个一个要看 然后找周边能比较的 它不像Rose Bay 包括Bill Vio那么直观 没有什么明确的公式 然后这些三线的 甚至四线的 就再往东一些这些 那可能就是没什么紧 然后地也不大 五六百平 五七百甚至Druplex 这些房子跟你盖的好坏 可能从五六百万 到一千五之间 所以说Vacluse 其实是一个最难理解的 一个区和研究的一个区 因为它的跨幅 从五六百万 到没有上限 有很多很多因素 可能要具体 根据自己的budget 再去研究 想供是一线水的 还是供什么 总的来说 我觉得买Vacluse的 一般要不然追求地大 要不然就想追求要紧 因为它稍微牺牲一点的 就是这个距离 到市中心等等 所以这基本也是Vacluse 和BioV 我觉得是可能华人 买了最多的两个区 在上东 因为你要不要紧 要不然离学校进 离CT进 离C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